我在美国校内工作挣的钱够不够付日常开销 竟然还有剩 你想知道还有让国际学生白吃白喝白住这种好事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国老学姐的频道 我是Jamie 上次我和大家分享了 美国本科全职学生打满允许小时的工作 到底可以挣多少钱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钱够不够支付我的日常开销 首先一定要说的大前提是 我当时的本科位置是在美国的一个小城镇 所以房价物价这些都比大城市要低很多 而且我当时的房东人非常好 把水电煤都已经包在房租里面 第三是我当时给自己订的目标是 在这里打工赚购自己的生活费 所以除了食物和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 我非常克制自己的物欲 这一次的计算就以月尾单位来计算吧 因为我也不是每一个summer都打工 所以也很少出现把所有允许的小时都打满的情况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国际学生真的非常努力 把可以打满的都打满了 OK那大前提讲完了 现在我们就做小学数学题 像之前说的每一周我们可以工作20小时 如果算每小时10块钱的话 那一个月大概就有800块这样 我当时的房租是350 I know it's very cheap 但是我之前是跟好几个人一起住 而且房东已经把水电网这些都交了 所以也还是真的挺实惠的 食物的话大概一个月要花240这样子吧 我三餐都是自己做 几乎很少很少出去吃饭 然后supplies就是日常用品那些的话 大概是100到150这样吧 有一件事我做得很cheap的事情是 我有很多年没有买手机套餐 因为我觉得美国的手机套餐实在是太贵了 一个月大概都要40到50块钱 而且我也很经常在学校 学校有WiFi或是家里有WiFi 所以用这个social media就可以完成所有事情 所以我真的很多年都没有手机号 所以这一方面的支出为零 所以最后能剩多少钱呢 大概每个月就有60到100这样的水平吧 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 如果我每周在校内工作20小时 这样子的收入是可以cover到我的日常开销的 而且还有一点点剩 但是本科的最后一年是我真正存到钱的时候 因为那一年我在学校白吃白喝白住了一年 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操作的话 那一定要下期回来哦 点赞关注收藏老学姐 收获更多美国性价比留学的资讯 See you later